所以別人還在看題目的時候 我把他拿筆的水就開始寫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你知道嗎 就先裝盲 反正沒問題看得懂的 就先裝盲啪啪啪就開始算 然後就水水水水就這樣 我是一個很喜歡念書的人 我只是很會考試 我覺得趕快把事情考一考以後 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當年我有什麼考慮太大的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成績非常的差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太開心了 又當講師 那時候開補習班 然後又去演戲 對不對 又去做配音員對不對 那成績什麼的會好勒 好的話就人生共分了嘛 對不對 當年要考台大是不可能考得上的 但是我又去報了很多的補習班 都是那個什麼 氣研鎖的啦 商研鎖的啦 因為補習班就會這樣 很賤 你不知道要選什麼 啊好兩難喔 不知道選什麼 啊你念什麼呢 念經濟 那你要想念經濟 繼續念教學嗎 不要 你一定要考研究準備 我跟你講 喔 記管 記管你可以考 就這樣 到最後所有的人都來考記管 就沒有人考得上了 就要再繼續重考 你知道嗎 那當時買了台大錢張了 想說要不要報名 爸爸已經覺得說報啊 當然報啊對不對 報你一定失敗啊 所以當時就怎麼辦 買了錢張就想說 你一定要報嘛 你一定不會上啊 還翻前面 台大國企 國企 陸續人是幾個 是幾個 報很多啊 很多精英啊 白癡誰啊 我拼不過我 知識之明 翻 還到商業也可 一樣 沒什麼可以考啦 可是很少人像我 翻到最後 第一個 其實各位要堅持到底 秉持客家人的心態 既然都買了簡章的 就翻完 人家花那麼多時間 做好簡章 搞不好最後有彩蛋嘛 對 我當時想完就這樣 我就翻翻翻 最後真的讓我看到彩蛋了 最後有一個我可以考 台大醫管所 秉組 然後考 統計 經濟跟這個管理學 這麼多補習不到 而且他只取什麼 兩名 可我這個一定要報 為什麼 如果你沒考上 你就可以跟 渣人說 我是第三名 而且兩名太難了 對不對 來後來我真的 就報這個鎖 為什麼 因為喔 你思想一個邏輯 強者一定報 台大商言跟國企 他們不會翻到最後 他們不確定 什麼小鎖 懂我一點考啊 對不對 我怎麼拼過這些強者呢 可是像我一樣 見得到後面的一定是這種 偷雞分子 而且我看呢 前幾年的報名人數 大概五六十個人 雖然只是陸續兩名 但陸續續還是很低啊 百分之四而已啊 各位想想不一樣耶 你要幹掉的是一般 跟你一樣蠻廢的人 那個就很有機會啊 你如果報台大商言 哇賽 戰動在南側尿尿尿 全部都是超常的敵人 你知道嗎 再加上我報名又比較長 我一定輸給他們的 所以真的 那個時候我覺得 就是報這個 搞不好有機會上 好告訴大家 當天生死狀況是什麼 適合多年了 反正應該 法律追溯權已經過去了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靠自己的實力做 從這 你按照正規的路 不轉彎一定贏不過人家 那第一件事情 當天一來仔細先睡飽吃飽 因為我一定不會考上 所以我就要有一種 整個好的完美狀態 那天現場現場 而且你想想看 全班職取兩位 你要先有個心理建設事 一個就是我 我來看看另外一位是誰 然後那個態度就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然後更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那時候 考前會問問書 對不對 還會臨時抱佛腳 我們自己幫補習班老師 覺得這個一定我考不上 當天我們要幹嘛 影響考生心情 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你目標不是自己考上 是要讓別人考不好 這才是王道 而且我只要搞定這一班就可以了 因為只有這麼多人報品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精神上面就要想辦法 我贏過他們 第二個部分接下來 我要問書 可是問什麼書呢 跟各位報告 你那時候如果翻個參考書 都是白的 就訓調 你準備重考吧 我就光畫上場 買那種散掉的書 然後筆記做到爛的書 那個管理學 許志勳出的 哇一翻會散掉那種書 你知道嗎 就拿那個給人家看 你看 學長唸多久 你就白白的 你看看 你看看都快散了 他們一下子 哇怎麼跟他拼呢 接下來考前 你就隨意翻翻 隨意翻翻 然後那天我還找 說服我一個朋友 跟我一起去報考 因為我看一下說 你看機率雖然很低 可是都是音訊很廢的人啊 就兩名 你跟我就這樣 他也就進來了 你知道嗎 那位喔 真的是幫我很大的忙 因為那天我們就先講 我說反正我贏過別人 我們要做心理戰 所以呢 好每次考試進去之前 我們兩個就會說 我跟你講這題會考 絕對 而且第一天 一開始考是統計 統計我超不會的嘛 所以一定要用這一招 就大致說 自己絕對會考 而且我跟你講如果沒考 都再給你當足球踢 真的假的 真的 老師都會考 而且他就說 那是哪一招喔 就是這個第八招的 最關鍵的地方 就要消音 然後其他人 完全干擾他們那個時候 黃金的最後的那個 溫數時間 那這個時候他們去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心裡在想 他們兩個真的知道考題嗎 然後都一進去的時候 考題不是已經放在上面了嗎 坐下之後 坐下之後 有一個非常尷尬的那個 可能可以稀稀素素的時間 一坐下以後 我們一翻翻考題 我馬上喔 就跟蕊好的一樣 看著我那個同學 一翻開 我說 是不是 他說 對不對 然後其他人 全部都說到影響 欸 他們怎麼知道呢 你看看 哇然後接下來囉 才是硬工夫 為什麼 因為不會寫嘛 接下來怎麼辦 不是跟他拼了 絕對贏不過了啊 這時候你要趕快寫啊 因為你的預算立場是支持你 我知道 所以呢 別人還在看題目的時候 我把他拿筆了 睡就開始寫 我更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你知道嗎 就先裝忙 反正沒問題看得懂的 就先裝忙 就開始算 睡睡睡睡睡 就這樣 然後正起回頭說 他真的會嗎 題目他的神速 他一定是猜對 哇太厲害了 其實我更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然後接下來更重要一件事情 考場很多規則 有些人沒有看清楚 準考之後後面都會寫 對不對 就像我 看完簡章一樣 有些人那個時候 那第二次狀況是想 警官老師就說 同學等一下 這支工作人員計算機 不能帶 因為那個工作人員計算機 可能可以寫那個公司 然後你知道嗎 他一收走喔 我們就看到那個女的 一臉慘白 很明顯 他統計如果沒有工作人員計算 他可能不會 對不對 他整個就完蛋了 知道嗎 我想 一定沒有看完那個緊張 沒有說的 那時候我拿出我的自身法寶 這個多年 我敢講出來了 那個絕對沒有違法 而且上面說可以用 計算機不行 各位公眾的計算機 我拿算盤 反正我也不會寫 那沒說不行啊 中國傳統記憶耶 我拿算 我該不會洗啊 啪啪啪啪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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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LIMIT 我跟你講 叔叔有練過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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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還要打立可白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他就吐掉在樓 哇 好忙你知道嗎 哇那真會 我整班一定會被我弄得雷心狂煌 反正我對落就是統計 一開始就用大舉就這樣 然後後面不會寫 我就要寫生日題就這樣 對不對 反正我要裝忙 因為原來不知道你寫什麼 對不對 這樣你開始裝忙 因為計算題寫一堆 你不寫公式就開始寫說 為什麼要出這一題呢 這一題的本質是什麼呢 反正我每一個科目都管理學的態度去寫 你知道嗎 反正聽誠意管他的 然後約老師覺得OK 反正其他人覺得好厲害的感覺 到最後就真的上台大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四個多年 反正我現在可以講了 OK